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SH48 Team X2的宋雨山 这次是我第二次参加总选 比去年多了几分不安 回想了一下这一年好像是有了一些进步 但其实从新公演以来我的状态一直不大好 有时候会觉得很绝望 就看着我的状态 怎么说呢 就是有时候会想 不然就无所谓了 放弃吧 但是过了不了多久 我就会否决自己刚刚的想法 果然还是不行 不甘心 特别是看到自己站位下降了 或者是看到粉丝 发的私信或者是评论 都是对我的期待 这时候我就会觉得自己挺没出息的 就偶尔会有这么几次的倒下又站起来的情节 但就现在来说的话 要比以前好一点就更难打倒了一点吧 其实好像怎么说呢 也算是一种进步吧 其实我最害怕的就是停滞不前 不管是自身条件的原因 还是思想上的原因 都让我觉得特别的担心和害怕 可能对于我来说 只有一直在进步 才会找到存在的价值 我之前有跟大家说过 我想成为一个能被大家所认可的偶像 但现在我不仅仅想被大家所认可 也想成为一个能让大家看到我身上希望的偶像 不是被人发觉 是直接被看到 这次总选的话 大家就尽力就好 我想看看支持我的人可以支持我走到多高 在我18岁的这个夏天